是让很多人有回忆的 而这家店是真的打烊不再开了 好 这就是开了34年 位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上的金石塘城中店 即将在明天吹洗灯号 现场呢 推出了书籍大出清活动 所有的书本瞎杀七九折 许多书名呢 趁着关门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到现场做最后的巡礼 除了买书之外 也拍照留念 而昔日的重庆南路书街 现在恐怕要改为商旅一条街了 墙壁上贴满了珍重再见的海报 地板上也写着 门市即将在6月24号毕业 书迷趁着周末赶来 边看书边拿起相机左拍右拍 要替营业了34年的金石塘城中店 留下最后纪念 那这一间非常历史 非常悠久 对 那从小朋友出生到现在 上高中了 对 那今天就特别带他们过来看一下 一家书店要经营这么久 这样烧掉就很可惜 书迷不舍的情绪全写在脸上 甚至有人留言写下 书的城堡再见 真的希望能再见 以及谢谢金石塘从小陪我到大 等感性的文字 书迷们更是抢着跟曾经来过城中店的名人 签名马克杯墙何影留念 而为了回馈顾客 金石塘除了最后两天36小时不打烊 陪着书迷到最后 也推出了出清优惠 像是全馆书籍下沙七九折 六本回头书千元有找 甚至连店内的木头书桌都是一折拍卖 有很多客人是 要收集我们最后一天的发票 所以很多人是这两天就赶着来消费 预估这两天最后有破万人的人潮 这个年龄街转角的就是中华书籍 中华书籍的格力就是文化 看着书店一间间没落 从南书街促进会理事长沈荣豫很有感 十年前光是重庆南路一段上 就有36间书店 现在只剩下不到时间苦撑 其余的全被旅馆和商办取代 一个伟大的城市如果没有书店 就没有光一样 连开了34年的金石塘都顶不住了 就表示说书店这个未来前途堪忧 网路的兴起还有现在手机的兴起 这个都有关系 尤其是这一两年关的更多 实体书店受不了网路冲击 指标性的金石塘全中店走入历史 也让过往书街的荣景 只能留在书迷的回忆里 民事新闻温泉张玉瑞台北报道